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说 这里他是 做成什么呢?按下一页的时候呢 他是 他不是在同一 他不是 一直增加 比如说这边有总共会有那个 几张图呢?总共有 这五张总共有五张图 那这五张图 如果我要秀的时候 各位有没有发现就是说 有几种做法 第一种做法是你就做成什么页面 比如说你这边要产生 五个页面吗? 那五个页面里面分别放什么? 放图 跟文 对不对 图跟文 这是第一种做法 这个是写死的 可是写死的有个缺点就怎么样呢? 你变成说你要写 多做 就是要做五个页面 这一题他比较特别就是说 这边是写活的 所谓活就是说 这边是写一个程式 那这个程式 主要就是我们当我按下 这个按钮的时候 他会去执行什么 JQ Mobile的 这个 一个 一个方选 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就怎么样呢? 去 阵列里面找找看 哪一张 下一张 是 哪一个图档 哪一个图档 另外呢 下一张是 哪一个名称 利用这种方式 下一笔之后的 抓到什么 抓到他 下一个的什么呢 图档 然后呢 把他怎么 载进来 然后下一个 图档的 名称 名称把他抓过来 所以这个地方是活的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范例里面下一个 是活的 有没有 那这个地方怎么做 我想我们 大概来看一下 基本上的 城市部分 不过在讲城市之前 我们可以两种方式都做 就是说第1个你先做 做做 多业啦 如果说你城市 还功力不够的话 你可以先做一个活的 先做一个固定的 再来做一个 这个 做一个 这个 城市的部分 那里面的话呢 有哪些重点 我们等一下再逐步来跟各位讲解 OK 这个是城市部分 那里面呢 也是一样 你要先 跟其他的城市设计差不多 第1个 你要在这个按钮上面 给他名称 他会有个ID 就是当我按下这个ID的时候呢 我要做什么事情 第1件事 第2个就是说呢 我要让 这个按钮呢 当他怎么样呢 按下按钮的时候 要做 哪一个方法 必须有一个城市去执行他 所以各位可以拉到这个城市上方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部分就是上面的城市 也就是在哪里呢 在 我们城市如果你们有 范例档案的话可以开起来 里面的话呢 就是从JavaScriber 等于这个 ScriberLeng